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 重病患者在涂抹姜粉泥之前要先把床温暖 周围也要有电热器温暖房间 姜粉泥最好现做现用 不要太烫也不可太凉 保持姜粉泥温温热热的 不要太干太干不好涂抹开来 患者会觉得不舒服 也不能太稀太稀会有水水的感觉 患者没有贴腹感也不太舒服 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的动作 一定要柔和贴腹 但也要稍稍有点力道 抹到差不多快干的时候 力道稍微轻柔 把姜粉泥搓干爽就可以 整个涂抹过程动作不要太快 抹干爽后 可以用吹风机 可以更干爽温热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有些患者只搓一遍就觉得热 有些要搓两遍或者三遍才觉得热 不过我们都要以患者能接受舒服最重要 这个影片对重病患者很重要 尤其一些已经体力虚弱急需的人 或是传起来 你走路就很传 又怕冷了 这样戳完之后 患者马上就会感觉有热源进去 特别要注意姜 姜粉泥的制作 一定在涂的过程中 姜粉泥也要温热 我们重病里面都有提到 一定要用电热器啊 让皮肤先温热 再来涂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 这样的涂法蛮均匀的 患者一般涂完都蛮舒服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谢谢大家